当年啊是乾隆三十六年 这黄贵妃魏佳氏啊 当年啊已经是四十四岁了 生了一的堆六个孩子 所以说您看这面下上啊 那贤老一脸的褶子 您看啊对面的庆贵妃 就好像啊有助言的神耀 当年已经四十七岁了 眼看到五十了 人家呀这面膜还是这么的年轻 想来啊这和这庆贵妃一生没有生育 肯定是有关系的 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你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闲聊天 这两天啊咱们书馆聊的故事啊 主要是以这乾隆皇帝御灵 以及纯会皇贵妃帝宫当中 奉安的后妃展开的 可是啊就在这两天 有好朋友啊给我留言 说不对吧 你把一位皇贵妃落下了 他说呀这乾隆皇帝的这位皇贵妃啊 既没埋在这个御灵的帝宫当中 也没埋在御灵飞原寝 纯会皇贵妃的帝宫当中 哎这位好朋友啊 他说的是谁啊 我心里知道 他一定啊指的是这个 庆功皇贵妃 那既然咱们话头都说到这了吗 那今天呢我就给您换换口 咱们呀来聊一聊 这乾隆皇帝这位既没埋在御灵帝宫当中 也没奉安到 纯会皇贵妃帝宫当中的这位 乾隆皇帝的皇贵妃 那么这位娘娘的宝顶帝宫 她在哪呢 哎要说起来呀 好找庆功皇贵妃的葬位呀 也在这御灵飞原寝的中轴线位置上 紧挨着纯会皇贵妃 在这纯会皇贵妃大宝顶的北侧 正中间的位置啊 就是她之所以啊 咱们把这位娘娘单拿出来能讲一集啊 哎那就说明她身上肯定是有故事的 这陆氏入宫以前是为汉人女子 哎他的爹呀 是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大尾巴老百姓 叫陆氏龙 哎听起来是不是和这个纯会皇贵妃苏氏 这个家庭出身差不多呀 我跟您说呀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怎么个区别呀 咱们一会会深入的聊 咱们要是讲故事嘛 咱就简编一点 咱也别总啊 这庆宫皇贵妃 庆宫皇贵妃的称呼了 干脆呀 咱们还是按照这位娘娘啊 婚事的时候位份称呼 哎就是庆贵妃 这么一来呢 也解开了啊 咱们在故事开始留下的小扣子 这乾隆御灵的地宫当中啊 哎包括这个纯会皇贵妃的地宫里边 的纪后纳拉氏和纯会皇贵妃本人 首先说呢 他这位份呢 他最低也得是皇贵妃 哎并且呀 是乾隆皇帝本人策封的 再来呢 还得是乾底旧人 和这皇上啊 感情深厚 再有一位呢 他例外了 就是这个孝仪皇后啊 魏家氏 他虽然啊 不是这乾隆皇帝的乾底旧人 可是啊 这没办法 人家是储君的亲娘 所以啊 也就自然被奉安到了玉陵的地宫 对喽 这庆贵妃的皇贵妃位份呢 那是后来嘉庆皇帝给追奉的 所以说呀 这位娘娘 她还没有资格被埋进那大坟坑里 交代完这一点啊 咱们这故事啊 得从头说起了 从哪说起啊 咱们得呀 从这个庆贵妃的入宫开始说起 从这庆贵妃娘娘的身份上啊 咱们大致就可以分析出来 大给齐呢 这庆贵妃呀 既不是通过八旗选秀 也不是通过这内武府选秀进的宫 那么这平白无故 这妃子 它是哪来的呢 哎 无考 不过呢 咱们呀 可以分析分析 这学界普遍推测呀 这陆氏 应该是时任 凤阳关税务监督 朴福 进线到内庭的女子 这朴福啊 在乾隆七年以后 才担任这个职务 所以说呀 这陆氏很有可能 在乾隆七年到乾隆十二年之间入宫 那为什么 咱们这个界限要画到乾隆十二年呢 因为呀 有一份内务府档案 上面写的呀很明白 庆贫影贫 系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进封贵人 并且呀 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这陆氏啊 是陆氏龙的长女 下边啊 还有五个弟弟 分别叫做呀 陆玉登 陆廷荣 陆朝元 陆朝宝 陆奇宝 还有仨妹妹 那么这种官员 把女子献到宫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例证呢 当然有了 就是这个方菲臣氏 和这个陆贵人 都是这个南方严正 以及啊 税务监督 送到宫廷里来的女子 哎 这么看来呀 这陆氏啊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儿 有啊 比别人高超的地方 因为呢 这从民间选拔了上来的女子 那肯定比这八旗选秀上来的女子 有点个别另样的 哎 所以说呢 有人推测呀 这陆氏可能是位灵人 哎 就是说呀 他可能是个戏子 这话头啊 他可不是空穴来风 民国的时候啊 就有人考证过 1932年3月4日 齐如山 这是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 以及评论家 他在这个国剧话报上啊 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啊 嘉庆生母为歌者之传说 从这标题上看呢 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呢 这陆氏 他肯定不是嘉庆皇帝的生母 再者呢 这个歌者呀 指的其实就是灵人 并且呢 随着这篇文章啊 还刊登出来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有名字 上面标注的很清楚 叫景山观的殿旁所似之神像 这篇文章啊 我倒是看了 不过是转载 哎 照片我就没看见 观的殿呢 我也去过 呃 前年吧 重新开放了 在观的殿旁啊 我也没看到过这尊神像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呢 我给您说说 这文章中提到啊 在旧生平署正殿当中 曾经供奉过一尊神像 这尊神像啊 宫里宫外知道的都称他为 喜阴圣母 并且呢 都传说呀 这就是嘉庆皇帝的圣母 我们都知道 这生平署啊 是宫里管理戏班乐队的地方 这尊圣母像啊 是按照戏中人物打扮的 供奉于生平署当中 这神像前啊 还供奉着嘉庆道光 两位皇帝的神牌 这事呢 是真是假呀 我们不太容易考证 不过呢 这会儿啊 有一份更有说服力的文献出现了 它就是下仁虎所作的清宫词 里边啊 曾经提到过 书中所记 南府四二神 南约喜神 女约喜音圣母 今宜其妙在景山后 相居后福 前有人宗成王二排位 相传 高宗南巡 显所爱女灵归 生人宗成王 足四于此 可是咱们都知道啊 这嘉庆皇帝的圣母 孝毅皇后啊 魏家氏 她可是个奇人 她绝不能啊 是个灵人 也就是说呀 她不可能唱戏去 而且呢 是正经的隶属于 湘皇旗 满洲包衣旗下 哎 她属于是内务府三旗 也就是说呀 长在这个皇上眼皮底下 更不可能啊 他们家把她送些干这种事 等咱们讲到啊 孝毅皇后这班上啊 您就知道了 他们家呀 世代服务于皇家内庭 那规矩大了 绝不可能让孩子唱戏去 哎 相比之下呀 这身为嘉庆皇帝 杨母的庆妃 本级啊 她是苏州民女 更有可能啊 是灵人出身 您想啊 这皇帝啊 她要是喜欢这个民间的女子 这女子 若不是长得漂亮呢 就得精通什么手艺 当然了 咱们这儿说的手艺啊 那是取悦君王的手艺 并不是啊 这个女工建长 黄立军 在乾隆皇帝的 名人嫔妃一文当中啊 就曾经提到 这苏州制造海宝 安宁 图拉等啊 就像这个内庭啊 秘密的输送过灵人 陆氏啊 她极有可能 就是这里边的其中一员 反正啊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您要说让我把这事 早死了啊 我也不敢肯定 因为所有文献 咱们都查到了 但是也都是 是间接证据 没有一条是直接证据 指向着庆贵妃啊 就是苏州 戏子出身 听书嘛 听音乐 您也没有必要啊 太较真 通过刚才这段书啊 我想啊 您已经明白了 咱们也解开了 这庆贵妃身上啊 另一个谜团 也就是说呀 她为什么死后啊 能有黄贵妃的殊荣 哎 她就是这后来的皇帝 嘉庆皇帝的养母 这同时啊 也引出了 这庆贵妃身上啊 另外一个谜团 那是什么呢 这清代宫廷当中啊 皇二家的小孩啊 无论是这个阿哥 还是这个格格 通常 通常啊 都不在亲生母亲的身边抚养 有人说呀 这是为了防止以后 一旦这位阿哥 做了皇帝之后啊 这外戚做大 所以啊 就不能让这个亲生 那俩感情过于深厚 我想啊 这事啊 他多少有点扯 您看啊 这有清一代啊 这外戚被重用的事情啊 他举不胜数 这康熙年间的赫舍礼 同家 这乾隆年间的复查 高家 再往后啊 就更厉害了 这同光宣年间的叶和大拉 这些个大清国的全臣重臣们啊 哪一个不是外戚出身呢 还有一种说法啊 可能是这个亲生母亲呢 他没有能力照顾好啊 教育好自己的这些女 所以说这公主呢 自然就让那些贤良淑德 又精通真知女工的这个嫔妃来抚养 有人说这公主 他需要精通什么真知女工啊 哎 您错了 这慈禧太后啊 青年中年的时候 哎 那会儿已然的做了太后了 有一项啊 最喜欢的业余活动 就是作拜王 所以说啊 这个宫里的女人 她也是女人 也得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来走 哎 这咱们说的是公主 那这二个呢 通常得找一个呀 名士里的 有尊严 有威仪的 而且呀 还得出身高贵的娘娘来抚养 可是您瞧这庆贵妃了没有啊 她俨然啊 是躲过了这些呀 有利条件 咱们先不说呀 她到底是不是灵人出身 咱们就说呀 她家庭出身为这个苏州民级 按说呀 就不应该有代为抚养皇子的权利 那我想这会儿啊 有好朋友就猜测了 说这庆贵妃呀 一定是生了很多孩子 有这个抚养皇子的经验 所以呀 皇上才把这儿子交给他来抚养 哎 您错了 这庆贵妃这辈子呀 她只有一个孩子 就是这个养子永远 哎 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她自个儿啊 是从来没有生育过 您看啊 咱们还得把这幅画找出来呀 给您说明一下 这幅画就是这个 重庆皇太后 八十圣寿徒 挨着太后和皇帝 坐的这两排呀 都是皇帝的嫔妃 在上锤首第一的位置上啊 就是后来的孝义皇后 当时的位分呢 应该是令皇贵妃 在这下锤首第一的位置上啊 坐的就是这位庆贵妃 当年啊 是乾隆三十六年 这皇贵妃魏家世啊 当年啊 已经是四十四岁了 生了一的堆六个孩子 所以说 您看这面下上啊 那贤老 一脸的褶子 您看啊 对面的庆贵妃 就好像啊 有祝颜的神药 当年已经四十七岁了 眼看到五十了 人家呀 这面不还是这么的年轻 想来啊 这和这庆贵妃一生 没有声誉 肯定是有关系的 我在这儿啊 就是论事 没有宣扬这个丁克主义的 这个意思 再有呢 更没有这个贬低 各位这个神圣母亲的意思 您看啊 咱们这话头到这儿啊 咱们就又引出这庆贵妃身上的一个谜团来了 这位娘娘啊 出身不高 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 并且呢 又无有子嗣 在这宫里的位分 为什么这么高呢 俨然是啊 这后宫的二号人物 因为在当时乾隆朝的后宫当中啊 这那拉市皇后已然崩式了 即便不崩式啊 因为这个断发问题 也靠边站了 这儿啊 现在总理六宫室的 就是这皇贵妃魏家室 那么在皇贵妃以下呢 就只有一位贵妃 就是这庆贵妃 有人说呀 这庆贵妃啊 是抱着这皇贵妃魏家室的粗腿 在宫里啊 才有好日子过 才有这个抚养皇子的权利 这种论断啊 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这皇贵妃也好啊 贵妃也罢 这所有的封号啊 那都是皇上给的 别人说了也不算呢 如果说呀 要是和这个皇贵妃关系好啊 这贵妃娘娘在这个皇上身边啊 吹吹枕边风 有可能啊 从常在进到贵人 再往前激进的说点吧 从这个贵人呢 也许呀 能进为主位 进升为贫 但是能不能啊 广靠这个枕边风 把一个普通的妃子 吹成了这紫禁城当中的二号人物 这事啊我看很难说 不过呢有一点啊是可以肯定的 这贵妃陆氏和这皇贵妃魏家氏 这两个人的关系啊 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啊 在很多幅宫廷画当中啊 这两个人都是同时出现 这学界普遍认为啊 赛宴四世图当中的嫔妃形象是后来改动过的 哎 咱们先不谈他改没改动过 再前排的两位嫔妃 一位啊 大马金刀站在四位上 另外一位呢 这个双手搀扶 这两个人啊 从这个面向上看呢 很明显一位啊 就是这皇贵妃魏家氏 另外一位呢 就是贵妃陆氏 哎 您要是再不信呢 您可以比较一下这乾隆古装行恶图 这里边啊 这两位身穿汉装的这女子啊 也是这两位娘娘 由此可见 这魏家氏和陆氏啊 这两位娘娘啊 那真正的是姐妹情深的 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足以证明 这皇贵妃啊 就得把自己的儿子 交给自己的好姐妹贵妃抚养 这种决断呢 那还得是皇老爷子定 那么这乾隆皇帝对这位亲贵妃 到底是怎么样呢 哎 当然是不错的了 咱先别说别的 不用举那些啊 这乾隆皇帝单独赏赐 给这庆贵妃礼物的示例 咱们就说这庆贵妃的身份吧 能成为这个后宫当中的二号人物啊 那就已然证明了 乾隆皇帝肯定是不嫌弃 这位名人出身的女子 对她是很好的 这庆贵妃的故事啊 咱们就告一段落了 明儿呢 咱们继续回到这乾隆皇帝御灵地宫当中 聊一位啊 在这儿躺着的娘娘 得嘞 您早歇着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因为您的支持啊 是我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明儿见 喜爱的话 大家 Hulk冷藏 此人心忧忧 USB